今天带大家登高一柳走 进来了 首先到达的是高一柳飞行营地的巨石镇 可以体验直升飞机 高一柳酒区位于忽丹省称州市苏仙区与咨询市的交界处 总面积超过了十万平方 这里集齐了山水洞寨崖 一英俱全啊 景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巨石丹崖的周边 有漂亮的水洼点缀 红颜碧水 险占旗舰 还有沙滩 上面还长了椰子树 仙人长 这条站道叫登天云梯 特别倒 沿着几乎90度垂直的登天云梯一口气爬了上来 无限风光 再显风 我现在才登了第一座风的风顶啊 看到了千钩万赫 哇 这里简直是风景美如画 进入了高一柳的核心酒区 这个方向 巨石镇就是游客中心 好多的高楼大则车的建设 这边千钩万赫的后面还有喷泉 有一座网红桥 上面是高一柳的最高峰 美丽坦 这里的风景简直是美丽无比啊 哇 还是第一次见到穿高跟鞋登山 看着下面 前面就是那座网红桥 后面还有一个喷泉 在悬崖峭壁上 还有一座悬空寺 登上最高峰 就可以一览 高一柳的圣镜了 这里可以看全景的 不知道那座悬空寺是怎么建上的 接下来走龙几倍 从这下去 从这看一下 它这个悬空栈道啊 射击精巧 不仅可以展现出高崎岭的独特地貌 而且它还连接着石湖的一线天 大家排行队到前面拍照 从最陡的这段路一口气爬上来 终于到达高一柳500米长的悬空栈道 我还以为是玻璃栈道 原来是外层是玻璃啊 但是这里确实也是有悬空的这个玻璃栈道的 还有外面镜的 外面极致攀爬 从这看一下 这里距离谷底至少也有一两百米高 千沟万赫的啊 我就是从最高峰 山的后面徒步过来 然后又翻过了这座山 走的是龙几倍啊 这条路特别陡啊 接下来继续沿着这个栈道 往悬空寺的方向走 这里每隔一段距离都有透明玻璃 这一路都有望远镜啊 需要扫一下码 我现在已经从最高峰沿龙几倍翻下来 又走了五百米长的悬空战道 下面看到了一个竹牌啊 这里还有一个飞拉达的攀岩体验项目 高跟鞋终于拿掉了 这个红房子原来是云镜观景台 上面还有悬崖鞦韆 哇这个悬崖鞦韆太刺激了吧 快来看一下 这才是真正的龙几倍 如同一条神龙 卧在这里 上面还有一座铁索浮桥 空中的飞渡项目 我都在这里体验 走在了龙几倍上 这还有无人机拍摄 一百块起的 这就是取向错 分别看一下两边 看一下 哇 特别像银练坠潭的大瀑布 以前这里也是没有防护栏的 这是后家的 在铁索桥的下面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独特的单侠地貌 刚从龙几倍翻过来 发现这里原来是空中自行车 其次是五十块 这里也是一个大的观景台 像这种高空滑锁的单人票 也是五十 如果不做飞锁的话 需要沿着山间的山脊 徒步好几公里 才能回到游戈州线 做这种飞锁 直接就可以飞越大仙谷 还可以欣赏一路的风景 我选择的是走最远的路 带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段路我走了20分钟 如果坐手道的话 一分钟就下来了 龙脊背上面网红秋千 这还有一条路啊 这个方向就是我刚才走过的500米长的 悬空站道 这还有一个龙脊背 上面是最高峰 今天徒步了 差不多有10公里了 到这里 人间先进高一旅的所有景点 就都带大家参观完了 门票一够是80块 这里不愧为一个被上帝遗忘的地方 大家觉得呢